HELLO 大家好,我是Dr.藍 你的貓咪喜歡梳毛嗎? 貓咪是否需要梳毛,每人的答案可能不同 每隻貓咪的需求也不同喔 像是Sphinx,俗稱裸貓,可能一輩子都用不上梳子 長毛貓咪比較需要定期梳毛 以減少貓咪食入毛髮的量,降低嘔吐的機會 另外,年紀大的貓咪常常因為關節也擁發的疼痛問題 無法自在的彎曲身體領毛 這個時候,定期梳毛可以幫助他們保持皮毛的健康 那要如何選擇梳子呢? 市面上的梳子種類這麼多 我們今天就以大方向來介紹一下 1. 貓梳手套 可以除掉兩層肺毛,但是無法解開打結的毛髮 比較適合用在短毛的貓咪 2. 真梳 可以解開打結的毛髮,並可以用在毛髮長度不同的貓咪身上 對於長毛貓更是一個基本的禮毛工具 但要小心不要太過用力,而刮傷貓咪的皮膚 3. 除毛梳 這類的梳子可以在將毛髮梳開後,清除多餘的毛髮 在長毛貓身上,建議在真梳後使用 4. 多排梳與單排梳 適合梳理表層的背毛 有些排梳的設計,有長短不同的尺梳 可以同時移出打結的毛髮,與去除上層多餘的肺毛 不過可能不適合毛髮太過濃密的毛咪 5. 肺毛刷 適合短毛貓咪或是作為梳毛的最後手續 能夠刷掉表層的肺毛,並且讓毛髮變得滑順 另外,梳子的材質也有不同,例如金屬或是橡皮 最後還是要看貓主子的喜好咯 也建議從小開始訓練,讓貓咪習慣梳毛 希望貓咪梳子的介紹有幫助到貓奴們選購適合的梳毛工具 好,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咯,謝謝大家